人生的这个课题中 你会遇到问题 别人也会遇到 别人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会遇到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的问题 有可能 要做预防 要做什么样的 一种运转 当你知道这样子的力度 能够把它拿捏得非常稳当 你该怎么样 去让你这里面的版图 一加一大于二 你增长他也增长 大家一起增长 难道他的心里面不会感谢你 他会感谢你 当时也许他没说 但是 久而久之 这就是 今生嘛 不提倚 大家一起成长 能够成长的后面 来次好 你遇到他 他遇到你 两个人都在更高的 戒面上 相遇 相遇 总是好事 来次后你遇到他 你高 他低 你也难过 我这样讲 你懂了 当我这样讲 你了解的时候 你跟对方有计较的心态 就应该随时把它给去掉 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你跟他计较 两个人只会沉沦 你跟他不计较 你先提升中 他 比如说 你们两个夫妻都赚钱 你多赚了一些 他少赚一些 你也不要去数落他 你行 你行就比我多赚一点 这就会影响你们两个人夫妻 但是 你是 这个成长的那一方 你看着在心里 但是你没有说 你反而是在鼓励着对方 那就是你的智慧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什么话是让你们夫妻间能够加分 什么话是不应该提的 这个应对进退 夫妻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当早晨睁开眼睛 有活力 有朝气 看你的经营模式 也许 今天你对对方的一个 好比说了 你说对方 不管是他帮你做照片 还是你帮他做照片 总是要求新求变 不要一层不变 所以当你会经营的时候 你总知道 要有个角色 互换 让他感受到 这也是你对他的爱 是不是 这么一互换 那对方可能就觉得 知道你为他做的早点 如何如何如何 经营嘛 就从这里经营起 经营起 所以很多事情 后面就顺了之后 有了默契以后 很多事情就不必讲那么 那么白了 大家都懂 就比较好做事 感谢观看